各位觀眾 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 今天是10月11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 聯邦外交部長喬美蘭 今日公布有關從以色列撤僑的細節 喬美蘭指出 聯邦將會在星期四或星期五起 協助當地的本國公民及其家人撤離 根據聯邦數據顯示 有4,249名加拿大人註冊位於以色列 另外 有476名國民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地帶註冊 其美蘭宣布 本國兩架CC150型號軍機 還會在本州稍後時段由特拉維夫 接載想離開該地區的民眾前往希臘雅典 再由加航的飛機將國民由雅典帶回去本國 國防總參謀長Ring Air 表示 今日內會持續為截橋進行規劃 初步計劃是每天設三個班次 每次接載150人 聯邦政府在昨晚曾經表示 撤離航班將會協助本國公民 包括持雙重國籍人士 永久居民 以及以信兩者的配偶和子女 至於加沙和西岸地區 近500名的加拿大人 聯邦政府暫未有明確的撤離計劃 不過 喬美蘭則指出 或者會考慮將相關人士轉移到約旦 再由商業航班接走 但至於視乎聯合國對該區的撤離計劃 喬美蘭今天又公布當地加拿大人的最新情況 目前確認有兩人死亡 一人被假定喪命 有三名加拿大人失蹤 但他卻沒有確認被哈馬斯撈走的幾百名人士中 是否存在本國公民 喬美蘭表示 此舉是不希望增加哈馬斯的籌碼 以及危及人士的安全 喬美蘭又指 聯邦即將會派遣一對專家小組前往以色列 協助當地的人士談判工作 外長喬美蘭和參謀長Wing Air譴責哈馬斯的襲擊 呼籲結束暴力行為並釋放人質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吵集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鳴聽力的專家 曠永鳴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吵集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嚴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啦 他們的花旗參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還有滋補養鹽窩斬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記得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啦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 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可以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首選港利行 大灣地區的租金 在過去半年內首次錄得下降 根據Lift.Rent的最新報告 10月份大灣新挂牌的一房 未配加斯單位的平均租金為2406元 比起上月的2438元 下降了32元 不過自去年10月起 大灣地區的單位平均租金 已經上升了150元 雖然租金成本下降 但是租戶仍然要將每個月收入的51.75% 要來繳交租金 遠超所建議的最高比例 報告作者指出 開學租屋熱潮已經過去 這樣會令平均租金輕微下降 全國最貴租金的地區 仍然是溫哥華 一房未配加斯單位 平均租金為2831元 而溫市中心更是貴中之貴 同一單位月租叫價3,082元 其次是北溫及細溫 排名第四的就是列治民 平均租金為2544元 另一方面 溫市市長沈觀健今天展述了一項新的住房計劃 該計劃具有7個項目 包括在駕空列車站附近 興建高密度住宅 並會參照本拿比的規劃 計劃的另一部分是 在市中心以外地區規劃26個較低密度的村落社區 並會在該區增加更多零售及住宅 該計劃將會在下星期呈交上市議會 不單止專業而且很廣泛 無論是現樓的買賣、最新的樓花項目 或想出租物業 我們都有出色的團隊幫到你 我們的服務範圍是覆蓋大溫各個城市 我擁有30年多的豐富地產經驗 去任何地產問題都可以聯絡我 我是Edgar 生宋先生 香港的電話是9163-8311 溫哥華電話號碼是604-813-8311 背景可以誣真 EcoVision地區附近的油棧執貨店 是週一清晨發生一宗離奇的偷線案件 私測在店裡偷走一包小紅軟糖 而犯案者竟然是一隻黑熊 加油站負責人J表示 事件發生在週一上午6時半左右 一隻黑熊不方不望地緩步走入閘貨店 入到店後 他首先慢慢左右觀看周圍的貨格 但就沒有停下來 似乎很清楚自己的目標貨品 當他走到收銀署旁邊的一個黑色貨架的時候 他就用口擔作一包小紅軟糖 當時J正在櫃檯後喝咖啡 發現黑熊之後 他就彎腰在櫃檯後面 似乎在找些東西 而同時 黑熊也發覺自己事態敗露之後 就立即逃出店外 店主再次起來的時候 黑熊已經不見蹤影 而店主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 黑熊去到店外停車場之後 就開始吃軟糖 店主J笑言 這隻黑熊沒有做出任何具攻擊意圖的行為 只是單純進來救命 店主的妻子就表示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歷 他認為這隻黑熊應該很喜歡吃甜食 根據悲思省保育官員服務處表示 由年初至今 悲思省民和熊的雙月事件數量幾乎翻倍 每年8月份通常會收到3,500宗左右的報告 但今年8月就有大約6,000宗 跟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聊聊 他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 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治療、外治、混合治、肝瘤、肝裂、肝裂、肝裂、肝臓、肝臓等 創始人陳國二院長的國二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跟隨病患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搭打電話604-559-6177 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還剩下多久 因為他患了末期子宮的癌 他現在最想的 是為他那三隻陪伴他一起生活的老狗 找到一戶好人家 等他走的時候都能夠走得安心 他三隻狗分別是16歲、15歲和13歲 叫做Sisco、Buddha和Olive 一旦他知道這三隻狗會去到一個充滿愛的家 而不是被人運入籠或送去庇護所 這樣他走都走得安心、無憾 三隻狗裡 Sisco在迪庚斯的丈夫去世後 對迪庚斯就特別依戀 最近每當迪庚斯要離家外出的時候 Sisco都會哭、發怒騷、呼呼聲地叫 所以無論是誰收養了他們 迪庚斯都希望新的主人能夠對Sisco有多一些耐心 因為他會因為他的離世而特別傷心 當地一間九隻狗援機構的執行董事 阿奇博爾德說 三隻狗是應該一起度過餘生 三隻狗的世界就是迪庚斯和牠們 如果將三隻狗分開 對每一隻狗來說都是痛苦和殘酷 但是要找到願意收養他們的人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狗亦都是獨立的個體 牠們有自己的個性、習慣、行為、飲食和運動需求 要收養三隻狗 就意味著需要更加多的費用 在迪庚斯的案例裡面 當迪庚斯死了之後 這些狗亦都會處於愛上之中 新主人必須要適應他們失去了 舊主人的那種悲痛 找到一個能夠並且願意考慮這一切的家庭 愛這三隻狗 並且會繼續按照他們舊主人的願望 給他們最好的生活 這是需要一個人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心臟 以及非常慷慨的靈魂 我真希望有這樣一個人的存在 阿奇博爾德說 為有需要的狗找到合適的家庭 現在是越來越難 它的狗隻救援機構 一直努力為所有年齡和品種的狗 去尋找合適的家庭 可惜的是 現在的人對收養狗隻的興趣 似乎已經越來越少 阿奇博爾德希望會有更多的人 考慮提供幫助 如果牠們不打算收養 但也可以考慮開放他們家庭的後院 提供一個臨時的庇護所 令狗隻可以在那裡等待牠們 收養牠們的主人 牠說 養一隻狗的經歷其實是溫馨 古武人心和有回報的 在這裏 530希望迪更斯和牠們三隻的老狗 都能夠平平安安 一起共度餘生 最好的結局是 牠們不需要分開 繼續一起生活 並且在差不多同一段時間裡 離開這個紅塵續世 在另外一個世界裡 重於繼續開開心心地一起生活 中文字幕提供 溫哥華明天十月十二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日間晴雲相間 朝早起逐漸天清 氣溫最高十四度 晚間依然天清 氣溫最低八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影片的 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影片 記得今年春天 價值超過二千萬的現金和黃金 從皮爾遜國際機場被偷走 原來 賊人不用懂得飛天頓地 只是憑著一張假的運貨單 就輕輕鬆送 從加拿大航空位於機場倉庫 提走現金和黃金 現在保安公司向加行索賞 指控加行 魯莽 且未能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來阻止透洩事件 除了要求加行補償 失洩貨物價值外 另外還索取特別損害賠償 保安公司布林克斯國際 提交到加拿大聯邦法院的索賠書 指出 瑞士貴金屬精銀公司和瑞士零售銀行 分別與總部位於美國 特拉華州的布林克斯公司簽訂了合約 從蘇黎世運送400公斤黃金和195萬美鈔到多人多 布林克斯是使用加行的 AC Secure特殊服務來運輸這批貨物 這批貨物專門是用於處理貴價的貨物 亦因為這樣 航空公司會徵收更高的費用 載著這批黃金和紙幣的航班 在4月17日下午4時 在皮爾遜國際機場降落 這批貨物當時是放在一個 5至6立方呎的容器裏 當飛機抵達機場兩小時後 這個容器才存放在 加行位於機場倉庫裏 同日下午6時32分 一個身份不明的人就走入加行的倉庫 據稱這個人向加行的職員出示了一份偽造的運貨單 而加行的職員沒有怎樣檢查 就交出黃金和紙幣 布林克斯指出 加行沒有採取安全守則或措施 來監控、限制或以其他方式 規範身份不明的人進入倉庫 他們又認為只要通過適當的查詢 就完全可以避免今次偷視事件 但加行員工未嘗試以任何方式 來驗證運貨單的真實性 顯示加行存在疏忽 並且違反了合約的承諾 布林克斯已在4月27日書面通知加行要求全額賠償 包括價值1,361萬瑞士法郎的黃金 以及價值1,945萬美元的美鈔 相當於2,300萬元的交幣 但加行一直未有回應 而加行暫時未提交答辯書 他們一位發言人就表示 由於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所以他們不便置評 而這種盜竊案到現在都未有拘捕任何人 萬錦斯兩名華裔男女飾驗販毒 被約客區警方驅控三項藏有受管制物品工販賣用途的罪名 在上月27日,警方收到宣布說有歹徒犯運K仔 警方的警察槍支、幫派及緝毒組於是展開聯合掃毒行動 大同搜查令去到萬錦斯兩處民居搜查 檢獲了毒品及現金 這兩個住宅分別是位於14階隔馬坎路及Denison隔Bimley附近 警方一共在入面找到9.5公斤的K仔 37磅的大麻及503克的冰毒市值接近49萬 現場還檢獲了6萬元現金 拘捕了兩個華裔男女 被捕的女子是36歲的萬錦斯居民姓名譯音尼南宴 以及26歲男子姓名譯音陳佳輝 警方說調查仍在進行當中 陰害人士如果有這件案的線索 請他致電1-866-894-5423 內線7817 或可以撥打滅罪以線匿名舉報 現在上網找資料真是很方便 幾乎可以說想找什麼就有什麼 不過對不對就另一回事 於是就有些衰人 利用人貪方便的弱點去找人笨 墨西沙加市的富西諾 是一個意大利裔大家庭 家庭成員很親密 也喜歡旅行 幾年前 他們早就想16個家庭成員 一起參加一個阿拉斯加郵輪之旅 原本計劃好2020年出發 但一場疫情 他們只好將計劃推遲到今年7月 今年3月 他們通過加拿大航空 直接預訂機票飛去下船 座位都已經選好一切準備就緒 在出發前大約24小時 大家決定在網上辦理登機手續 其中8個人成功辦理好 但另外8個人就出了問題 當時加航表示 讓他們到達機場 再跟售票代理核實機位就可以了 但他們很穩陣 不想冒險 於是富西諾的兒子和媳婦 就在網上找到一個 加航的電話打給加航 電話接通後 對方說自己在加航工作 可以幫助他們 今次是加航機票超賣 將其中8個座位給了另外的人 但不用怕 他們有辦法解決 就是每人單程額外給多75元 內匯就要給多150元 一心想令到旅程可以順利成行 富西諾於是就照給錢 8個人內匯程一共給了1200元 當他們登機時 發現飛機根本無客滿 他們在3月預訂的16個位 都沒有給到其他人 當時一家人已經充滿疑問 但由利無利 都是玩了才算 直到他們的旅程完了 富西諾再致電給加航 對方竟然說 沒有收到他們1200元的紀錄或收據 根據加航發給富西諾的電郵指出 他們可能中了招 原來他們當日打的電話號碼 根本不是加航的號碼 他們在網上找到的電話號碼 實際上將他們引導 去了一個名為Flywall Deals的公司 原來很多時 一些公司會給錢給搜索引擎公司 當有人上網搜索特定的關鍵詞的時候 例如家航 這些不是家航的公司 就會排在最前面 目的就是要找一些旅行出了問題的人 網上有討論區說 很多人都遇到像富西諾這樣的情況 但Flywall Deals就否認這件事 經一事獎一志 經過這次的教訓 富西諾勸其他人都應該要去家航網站找資料 不要用手索引擎 如果不是 好意就變了你找資料 人找你笨 28歲的蔡天鳳被殺後遭瑞士一案 她的前夫前家翁和前大伯等涉案六人 今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再提堂 被告暫時均無需答辯 押後再審 辯方投訴案件一再押後並無意義 控方就稱事件涉及不完整的人驅殘資 和其他案件有別 檢驗時間較長 案件押後至12月20日再審 二代完成檢驗報告 除了涉及協助前途的兩人 其餘被告繼續還押後審 控方申請押後案件 透露多達250件證物 需交由政府化驗所接受DNA校對檢驗 當中100件已經完成檢驗和讚寫報告 預料餘下的150件證物報告 亦在短時間內完成 死者前夫一家四口的代表律師蘇梓杰表示 押後情況非常不理想 是警方調查所致 投訴一天驗一件不可行 如果用心些 不會令案件停滯不前 蘇梓杰又批評 案件主管今天沒有主動告知打算押後案件 隨即引用裁判官條例申請縱費 控方認為目前並非合適的階段處理縱費 處理主任裁判官鄉淑言指 由於該條例不適用於本案 所以駁回申請 並稱謀殺案需要準備文件 除非律政司不提控 否則押後必然 山庭前法官呼籲控辯雙方多溝通 死者前大壩抗港傑 前家翁抗求前夫抗港治 被控一項謀殺罪 死者前家姑李瑞香 就被控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 四人沒有保釋申請 另外 遭任遊艇公司職員林迅 和抗港治的女友人潘巧妍 都被控一項意圖妨礙拘捕 或檢控罪犯而協助罪犯的罪 但這兩人就允許繼續保釋外出 拔翠南豬苑中六男生曾怨哲 自上星期三逆制4日開始失蹤 今天獲救 消防署助理消防區長周瑟鋒表示 今天中午大約2時15分 在沙田老鼠田坑水源位置發現男生 當時距離主要路徑約100米 甚至清醒 身上沒有穿衣服 消防員隨即向他送上保暖衣物和能量飲品 救護員就先作簡單治理 大約1小時後安排直升機把男生送院 下午3時多由直升機送到急症室 到醫院時他神志清醒 現時情況穩定 至於他失蹤的原因和過去多天的求生過程 警方就說 需待他接受檢查後進一步了解 曾願哲的母親其後見記者時表示 兒子失蹤8日兼經歷9號風球和黑色暴雨後 仍然生還 形容是奇蹟 感謝警方、消防、民安隊和攀山拯救隊 過往一個星期不眠不憂地搜索 同時感謝男拔的義工、家長、救生、民間搜索隊 和親友等協助 稱這次事件令他感受到香港人的友愛和溫亂 拔催南書院校長鄭基欣向家長和學生發通告 表示今天教組時已尋回 感謝政府部門和各界義工支援和協助搜救 並呼籲家長持續關心子女的情緒 留意他們的需要 如果有需要 可以向校方尋求協助